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自由派经济学校也没有看见 谁送走了美国的就业 沙切尔夫人和里根呢 在80年代搞的自由化的改革 到底有什么经验教学 观视频的网友们 大家好 我是眉山剑客陈平 知彼知己 纵横天下 我今天呢 来从历史案例来给大家破解 中国国内对这个市场化的理解的误区 那么我第一个要讲的沙切尔夫人和里根呢 在80年代搞的这个自由化的改革 到底有什么经验教学 然后我们国内崇拜自由化的经济学家 所以点击代表 应该是我的同事和朋友 张文盈就认为呢 国企是一定能有效率的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一定是 战胜这个社会主义计划进行 这个我就在那里笑他 我说他是英国牛津毕业的 他连英国的经济改革的教训 都没有搞懂 然后就来议论中国的改革 那没有搞懂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全世界都有国有企业 并不是只有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 有国有企业 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英国 英国在二次大战以后 因为战争摧毁的很厉害 而且大英帝国呢 在丘吉尔底下 一度的还要恢复金本位置 导致这个英国的金融的这个霸权呢 衰败 所以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英国掀起了一股 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 学苏联 把那个大企业国有化 所以英国特别是重要的 能源工业铁路 那都是国有化 现在很多人在那里讲这个 这个苏联和西方的冲突 说同一个文明的冲突 其实呢有一部分是有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苏联搞的这个托拉斯 那从德国去来 美国去来 当时战后 英国是公开的把英国的主要点 就是煤矿 提露 收为国有 那美国呢 名义上没有国有化 但实际上呢美国在这个二十年代 和后来的大萧条以后 美国实际上形成了一大批垄断企 垄断企业的经营方式 垄断企业的经营方式 我告诉大家和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 那英国Sacher Fren 搞这个自由化 它所谓自由化就是私有化 就把这个国有的煤矿 拿来拍卖 或者让这个铁物把它分段 拆分你的拍卖 那煤矿实际上因为它是一个夕阳产业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怎么办 实际上就是政府就让它破产 关闭了 所以这个Sacher夫人在七八十年代 搞的自由化的改革 到现在来说对英国人 还是一个社会分裂的一个起点 为什么呢 少数人说Sacher夫人的改革是好的 使得英国的经济看起来好像有活力 尤其金融是可以跟美国竞争的 但是实际上后悟很严重 另外一大部分是说Sacher的改革导致今天英国的衰落 为什么呢 实体经济让它破产 衰败了 然后金融呢 异常繁荣 所以英国后来也是金融运行的受害者 到英国去了很多次 我就发现 英国铁路私有化的结果 效率不但没有提高 而且是降低了 为什么呢 因为铁路是一个网络 我到苏格兰 海滨堡去 想要坐火车回伦敦 明明它这个有火车是可以直达伦敦的 你在这个售票站里面就看不到有买自通车的广告和信息 为什么呢 它属于不同的公司 它就不愿意给别的公司做广告 你得问它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训 就你对于有这个网络效应的产业 整体竞争也比把它拆分了 竞争好多 所以现在中国的通讯 三大通讯这个公司 远远超过美国去了 七八家的通讯公司不断的并购的忙 实际上这个研发和技术更新的这个效率要高得多 里根干的事情呢 实际上是更糟 比如大家都知道 美国最著名的垄断公司 就是美国AT&T电报电话公司 它这个最著名的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 那因为AT&T有垄断利润 所以它里面做的研究成果 那可以跟苏联的国力研究所竞争 甚至还要强 所以这个发明什么这个半导体啊 什么这样重要的这个科学研究基础 短时间的不能盈利的 都是在AT&T的这个贝尔实验室里面做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美国现在为什么 美国的这个研发衰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里根在这个美国呢 也搞这个自由化 把这个大的这个垄断的这个企业呢 就AT&T裁分成好几家 然后让电信竞争 美国的这个航空公司也打破垄断 允许新的公司进入 那么短时间里面呢 你会发现啊 市场搞活了 好像很繁荣 但是呢很快你就会发现 亚当斯敏讲的是对 什么呢 就市场规模是有限的 如果你的互相竞争的企业力多以后呢 那平均利润率都下降 然后呢研发呢 能力就开落 比如说在AT&T裁分以后 贝尔实验室被做金融的人接管 然后变成叫Lucent 然后把那个核心业拆分卖 贝尔实验室 原来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实验室 它现在变成Lucent以后 基本上都接近破产 原来的核心竞争力都没有 然后呢 你美国在搞自由化的时候 当时德国日本并没有搞自由化 所以德国日本就上来了 我们国内这个讲这个历史的这个经济学家 实际上是没有全球视野 所以呢 80年代英国主导的这个自由化的 自由化的改革 和里根搞的自由化的放欢 原来一些垄断产业 比如航空啊 这个通讯啊 初期会有搞活这个产业加强竞争的效果 但后期如果你在规模有限的情况下 你会实际上导致恶性竞争的发展 最后呢 你还自己还丧失了这个竞争力 所以我讲这个 国内啊 片面的强调 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企 是无效率的 这个是个伪命题 西方的这个国有企业和西方的垄断企业 如果你要讲它的优势 它跟中国的国企的优势呢 是一样的 什么优势 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有能力对抗竞争者和金融危机 有能力呢 搞中长期的研发 但如果你打破它的这个垄断 把它自由化 那么短期里面呢 你会发现市场的活跃度增加 因为有新的鼓励新的这个竞争者进来 但是如果新的竞争者是一风我拥而上 竞争短期利润的话 实际上呢 反而搞死了老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使得呢 自己这个国家的 原来占领的这个产业的科技主导权 拱手让给后期的国家 比如说让给日本韩国 现在又让给中共 所以这个道理呢 应该很年代 那么我们先讲这个自由化 私有化 对这个英国和美国博士的打击 后果是中国应该可以借鉴的 我们休息一下